那么今天复习的是本课程的第14次系列课程 那么在这一节课复习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这个第一个 这个课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重要器件 就是PN结的结构来进行展开和这个讲解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平衡态的PN结的一些特性 首先说一下呢 就是什么叫做PN结 这个PN结的定义呢 实际上就是一块P型半导体和一块N型半导体 我们呢把它们拼放在一起 然后呢 这二者呢 在这个界面处 就是接触界面处形成的这样一种接触结构呢 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PN结的结构 那么这里边需要注意的呢 所谓这个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呢 尽管是这个我们定义 是说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一个接触结构 但实际上呢 它要从理想的角度上讲呢 实际上这二者呢 在即使在界面处 它们仍然具有完美的这个周期性啊 是一个在晶体本身来讲 它还是完美的 是这个单晶体啊 只不过是在这个接触界面两侧啊 掺杂类型不同而已 所以呢 这是一个PN结的一个基本定义 那么怎么样来形成一个PN结呢 一般有两种方法 这典型的 第一种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合金法 那么这种方法当中呢 主要利用了这个铝 在硅中有一定的这个溶解度 而我们知道呢 对于铝来讲呢 它是三足的杂质 因此呢在一块N型硅 均匀掺杂的N型硅上面 如果我们放了一个铝的 这么一个颗粒的话 随着这个加温的进行呢 我们就发现呢 铝和硅在500多度的时候呢 它会共融 形成这个所谓的融融体啊 因为这个无论是铝还是对硅 它们单独的啊 你要讲每一种的溶点的时候 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一旦变成合金了 说二者是颤 这个由他们两个组成的合金的话 那么反而呢 这种合金向对应的这个溶点呢 要降低 那么500多度之后呢 就在硅的里边 铝就融入了硅里边 形成了铝硅共融体啊 融融的 然后随着温度的降低呢 这个铝在硅中当中的这个溶解度 就要降低 于是呢 铝就倾向于从硅当中吸出 就是分凝出来 最后呢 冷却之后呢 我们就形成了这个如图所持 这样的一种结构 那就是在铝啊 尽管吸出了一些 但仍然在这个 还融融的这个区间里边呢 冷却之后呢 含有一定量的铝 从而呢 在这个融融体的这块部分里边呢 就硅在这个部分里边呢 形成了这个 P形杂质掺杂为主的 这么一个区间 如果用这个浓度图来分析呢 我们以这个从硅的界面 做X的零点出发的话 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横坐标是X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在这个XJ 也就是出现结的这个地方 小于这个地方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哎 它是这个P形杂质为主 因为铝在硅当中的溶解度 还是比较高的 因此呢 它这个受阻杂质的浓度 因为铝是三度的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是均匀的 刚才讲的 它是融融体 然后呢 一旦过了这个结之后呢 XJ的界面之后呢 哎 因为这个铝没有扩散进去 因为它不融融 所以呢 就是剩下纯的 N型杂质区间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台阶式的分布 这个浓度啊 在这个XJ的地方 就规定了结深 实际上就是结的距离啊 于是我们就有呢 这样描述这个浓度分布 这样一种突 接变式 突变式的 这么一种浓入分布图 形成的PN结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P这个突变结 而对于这样的突变结 我们有两种常用的定语啊 一种术语 一种是说呢 瘦主浓度 也就NA 远远大于失主浓度 我们就称这样的结叫做P正N结 是要用一个加号来突出 在P型区的杂质浓度很高 同理 如果失主杂质浓度 远远大于瘦主的话 我们称之为N正P结 用一个加号来表示N型区的 掺杂浓度非常的高 那么这是突变结 是指浓度在结附近啊 这个在结界面的两边呢 发生突变 另外一种制造PN结的方法呢 是常见的扩散法 那么这种扩散法当中呢 我们是把棚的固态源 比如氧化棚啊 这个放到硅的 震体硅的表面 因为它也是P型的 然后呢也加温 然后由于温度呢 使得棚在硅当中可以扩散啊 通过扩散进入N型硅 于是呢 我们讲过扩散呢 往往是一个指数衰减的过程 所以呢 经过一定时间的扩散之后 同样以硅的表面为X的零点 然后以向下 为X的正方向 于是我们就得到这样一条 所示的X的横左标 水平方向下的浓度分布 那么它这个浓度分布呢 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背景都是有的 都是这个整个均匀掺达的N型硅啊 它是这样的 然后呢 由于扩散的这个单独看棚的浓度 因为它是扩散造成的 所以它是指数衰减的 就像我们画的这个红色的曲线 所标示的这个样子 就是这是彭扩散之后的结论 然而呢 在表面这些区域呢 由于彭的浓度比这个ND啊 瘦主比施主高 所以补偿之后呢 净剩下的还是这个瘦主啊 显示成为一个P型啊 整个在XJ这个附近都是大的 而在这个XJ以后呢 哎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施主杂质浓度啊 大于瘦主 所以它闪出出的这个补偿之后的净的掺杂呢 这倒是施主型的杂质 也就是N型杂质 那么呢 在这个彭的浓度 等于背景的N型硅的浓度 这个点呢 就是净掺达浓度为0 这一点呢 实际上就定义了结深啊 这个就是P型结的分界面 就是它的接触结界面了 那么呢 对这样的一种P型结的浓度分布呢 数学上呢 我们也引进了一种简单的假设 那就是说 我们认为呢 在这个结接触结的地方呢 有个切线啊 做它的这个浓度分布的切线 我们以这个斜律呢 作为浓度梯度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什么呢 在这个 以这个浓度梯度啊 αJ啊 所表示的 这个重要的浓度梯度 所表示的这个线 这个呃 这个线性缓变结的浓度的这个一个关系式 那就是我们定义 ND-NA啊 等于αJ乘以X-XJ 我们定义这样的结呢 因为它这个浓度变化是缓慢变化的 在结的界面两边啊 渐渐的变成强N形 渐渐的变成强P形 所以呢 我们称这样的结是线性缓变结 而线性缓变结的浓度分布呢 我们是用浓度梯度 也就是这个分界处结的地方的这个呃 这个切线的斜率上就叫浓度梯度来表示αJ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表达式 就是在αJ这个地方 ND-NA当X大于XJ的情况下 那么当然这项大于0 实际上就ND-NA大于0 于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浓度呢 是这个N正的啊 是这个ND的 是施主型的啊 那这自然也很对 是N型的 那么X小于X的情况下呢 这个实际上是小于0的 自然而然呢 我们就发现是ND小于NA 于是补偿之后呢 它应该展示的 展示的应该是瘦主型 净瘦主 所以呢 所以这个结的左边实际上是P型的 哎 这个也正常 所以呢 我们对突变结啊 常见结构 两种啊 这个理想结构 还有一个缓变结 这样两种结构呢 我们就有了描述其浓度分布的方法 一种是在XJ左边 是等于NA等于右边等于ND 那么突变是个常数 而另外一种呢 是浓度T度来表示的线性缓变结 那么这就是PN结 那么对于PN结来讲呢 它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空间电荷区 我们来理解一下 什么叫空间电荷区 我们知道呢 这一块P型半导体呢 它假设均匀 它呢 它内部呢 均匀的充满了啊 大量的空穴 对N型的半导体也一样 均匀的充满了啊 这个充满了各种 这个大量的电子 那么对于一个理想的实验来讲呢 我们把PN结形成的过程化的画出来 就发现这P型半导体 和N型半导体 把它拼搭一解啊 当然是理想的 当然在经济上 它还是完整的 周期性的 于是呢 一到二个形成一体之后呢 由于这个P型区里边的这个空穴 浓度比N型区里高很多 因此这个空穴 当然为了维持一个浓度均匀 它努力的想要通过浓度T度进行扩散 那对于电子也一样 要从N型区向P型区进行扩散 那么扩散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 由于有载留子浓度T度的存在 那么当然就要扩散 扩散呢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两块半导体的载留子 在没扩散之前都是电中性的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N型P型半导体里边呢 你均匀的有这个受阻杂质 然后外边呢 平均起来 在任何一个体积里边有多数个受阻 你要知道电离之后的受阻是负电荷啊 那么它外边呢 都有和它对应的一个正电荷 也就是空穴来可使它中和 可是如果你把空穴啊 要跑掉了 就是要扩散 离开这个P型区的话 那么自然而然就在它离开之后 这些区间呢 形成了静的负电荷区 所以呢 它要破坏电中性 对吧 对于电子也是这样的 因为原来是电中性的N型区里面 但电子一旦跑开了 就变成了凸显出它正电荷 也就是电离的这个施主杂质 要显现出它电性 变成正电荷 那么这时候就破坏了电中性 有了电中性 实际上破坏之后呢 实际上就形成了自建电场 实际上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也可以能够非常容易的理解 那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电子啊 这个N型半导体 一个电子逃掉了 要向这个P型区扩散 可是你记住啊 原来的体系里面是一个正电中心的呀 就是电离施主在这里边啊 你这个电子 我也在这个电子平均来讲 大家是电中性 但是你逃掉了之后呢 那不就是显示出一个正电性吗 那么这个正电性 实际上当电子一旦离开之后 这个正电荷 不就发出了这个正的电力线吗 这个电力线就是从N型区指向P型区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希望电子你回来 所以就破坏电中性 自然然呢 就会引发一个自建电厂 而这个自建电厂呢 当然在流子不光扩散 有了电厂就有飘移了 而这个飘移电流 刚才讲过 这个电厂实际上是努力的 是这个电子不扩散少扩散 要回归到这个正常的 就是原来的状态 因此呢 实际上在最终情况下 就是扩散电流 当然浓度梯度是存在 所以一定有扩散电流 可是呢 一旦扩散就有这个破坏电中 有这个自建厂 那么有了自建厂 就有飘移电流 而这个二者动态平衡 也就是对于电子来讲 它的扩散电流 等于啊 它引发的这个自建厂的飘移电流的时候呢 才是体系达到平衡 也就是没有静电流 因为没有涌动机啊 所以我们就有 对这样一个平衡的一期 电子的扩散电流 再加上电子的自建厂 所导致的空穴电流 这个飘移电流 二者等于6 对于空穴体系也是一样的 扩散加飘移等于0 而这个自建厂的出现呢 甚至由于这个P型 N型区的电子 跑到了P型区 而P型区的空穴 跑到了N型区 可是二者在跑的过程中 扩散过程当中呢 要复合啊 要复合 所以最终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在体系完成平衡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在N型区里边 形成了一个 有啊 基本上是由电离的啊 施主所构成的固定的正电核区 而在P这个这个P型区里边呢 就有这个 基本上是由这个电离的受主 所构成的负电核区啊 也就是说这都是 因为他们这些离子电离之后呢 这个林啊 彭啊 电离之后是因为它是嵌在这个替代硅的经格 这个隔点位置的这个点阵位置 所以他们是不他们是不能移动 他们是固定的 因此呢 一旦他们周边的电子和工学跑掉之后呢 他们实际上是形成的是固定的正电核区 或者是固定的负电核区 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自建厂呢 当然是从正电核指向负电核 所以自建厂的方向是由N型区域指向P型区 而这个区域呢 我们称之为这个有了留下的这些固定的电离施主和电离受主区域呢 我们称之为空间电核区 当然这里边也有少量载流子 但后边我们会看到呢 我们要基本上是要可以忽略这些少量载流子 那么也就认为在这个区间里边呢 基本上就是由电离施主和电离受主所构成的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考察一下平衡P型 P型区域当中的这个费米能级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怎么来画能带图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也知道对于平衡的体系来讲 费米能级应该是均匀的 在各处是不变化的 但是呢 为了进一步强化我们对这个的认识 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推导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P型半导体的 这个没有形成P型阶之前的平衡的能带图 你可以看到它的费米能级的靠近架带顶 对于N型的呢 在靠近这个导带底啊 这是P型N型半导体 中间呢 这个EI是近带中线 它定价定位 这个定义以二分之一C加EV 所以它在这个近带的中间 那么形成P型阶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知道 它有一个空间电荷区 有电荷就有电厂 有电厂就有电视啊 而电视呢 就是对于电子来讲 就有附加的这个静电势能 而这个附加的静电势能 我们讲A4碗关系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 它是直接叠加在这个导带底上面 就是ECX 就是导带某一个处的 X的导带底 它应该等于啊 原来的EC0平衡态的 没有发生变化之前的 这么导带 这是个常数导带底 再加上一个电荷负的QVX 这就是由于这个电视的电厂存在 引发电视所附加的这个静电势能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导带底要发生变化 考虑到近带又不会发生变化 因此架带顶也要和导带发生同样的变化啊 二者是这个完全一样的 这是保值在任何地方的近带宽度要是个常数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形成PN节之后的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啊 这个在行政PN节平衡态呢 对于电子来讲 它有扩散啊 所以它有扩散电流啊 而它扩散的本身就破坏电中心 就有一个漂移电流 一个电厂 那么电扩散加漂移的平衡态是等于零的 于是呢 我们就把这个漂移电流写出来 这是一个自建厂 然后把它的扩散电流也写出来 这个是有个浓度梯度啊 因为是平衡态 所以我们用N0来表示 于是呢 那我们现在就要求解这样一个过程 那就说什么呢 在平衡态这个N0怎么来书写呢 哎 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平衡态的 所以呢 我们就用以前所学过的那个公式 只不过呢 这里边不再用NC 而是用什么呢 而是用NI来代表 那么一次相应的情况呢 我们就没有EC出现 而是在这个公式里面出现的是EI啊 所以这个公式没什么 没什么大的信仰啊 只不过是用这个本正的流子浓度 替代了NC这么一个简单的变化 于是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公式 对这个公式来讲 我们求的是它的梯度 DN0除以DX 是一个X方向的梯度的话 我们就知道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EF是不是X的函数 也不知道这个EI 你要知道这个近代中线 EI等于什么 EI等于2分之EC加EV 刚才讲过 如果EC是X的函数 那么EI当然也是X的函数 所以EI是X的函数 那么EF是不是呢 我们不知道 咱且认为它是X的函数 于是呢 DN0除以DX 也就是说它的梯度 就变成了这样的两项啊 刚才讲过 那么这两项里边 有一项是可以削掉的 那就是近代中线的梯度 是可以削掉 刚才讲过 这个EI等于2分之EC加上这个EV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因为这个2分之EC加EV 又可以减写成EC减掉2分之1 EG 你可以看到就是什么等于什么地方呢 2分之1EG EG是一个常数了 所以呢EC减EG 这个是可以2分之1G 那就是EI的这个位置了 而EC如果是X的函数 当然EI也是X的函数 可是DEEX呢 DX呢 实际上后边的EG是个常量 是不起作用的 实际上DEEI除以DX 也就是T度 应该就等于导带底部啊 对X的T度 而刚才我们讲过 导带底部这个能量的变化 应该等于平衡前导带底 加上一个电子的啊 电视能 寄生的电视能 于是呢 DEC.X从这个式子来看呢 它就可以直接是等于 Fu的KODVDX 所以你看 在我们这里边经过推导 我们就得到是这样一个公式啊 完全一样的一个公式 于是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原来Fu的DVDX 不就是电场吗 因为什么 这个电视和电场的关系 当然就是一个FuT度咯 所以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 我们就知道 DI和DX这个T度 应该就等于QE啊 等于QE 那么有了这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DN0 写成这样一个 一个是含自建场的 另外一个呢 是含我们要理解的这一项 就不知道费米能及 是不是和X方向是均匀的 于是我们把这一项带回去 T度求出来了 带回去啊 带回去 我们看一下 就得到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JN啊 平衡态的 就得到三个三项啊 那么这三项当中呢 其中有两项 哎 正好相等 所以我们就削掉了 也就自建场项 于是呢 在平衡态 这是等于零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 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对于平衡态的Pn结 它的这个费米能及 在X方向是不变化的 所以呢 在平衡态来讲 这是没有形成Pn结之前的 这个P型半导体 和N型半导体的能带图 那么形成之后呢 能带图画呢 应该是先画Pn结 那就是这个费米能及 先画一条直线 又是平衡态 我们得到一个费米能及 然后呢 我们又知道呢 它有一个空间电荷区啊 刚才也讲过了 这就是造成这个内建厂的 这个电荷分布 那么先把它隔离出来 先不画这中间的能带 那么在这个电荷区的外边 我们刚才看到了 是没有电厂的 因为这个电厂自建厂的存在 只是因为这个区间里边啊 有因为电子扩散 和空穴扩散的结果 就是引生出 寄生出一个内建厂 那么这些内建厂 不是无限宽的 它只是说什么 你有那么大浓度差 有这么大的扩散能力 我就有这么大一个电厂对应 也就是说只需要那么多 空间电荷就够了 这个电厂强度 就完全可以阻止你的扩散了 所以呢 在这个空间电荷区的两边 哎 这个半导体仍然是电中性的 那么你知道电中性没有电厂 也就是能带步弯区的 所以在这个两边啊 仍然这个费米能力 你可以看到 它和这个P型半导体 没有形成之前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把P型半导体 这个啊 画出来 把N型的也画出来 在形成P人间之前 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这中间呢 我们刚才讲过 电厂是由N型区 到P型区逐渐下降的啊 电厂电力线是下降的 只要就是电视 电力线从N型区 只要P型区 只要是指电视是下降 那么对电子的电视能来讲 电视的下降 乘一个负的Q 这就意味着 它的电视能是增加的 所以 它的能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像我这样画 而是从这个N型区 因为电视要下降 电视能要上升 逐渐 过渡到P型区 那么至于说这个 P型区的过渡是直线啊 还是什么其他形状啊 哎 我可以告诉你 首先它不是直线 一般情况下 它是个抛物线 或者是三次方的曲线 因此呢 你千万不要把它画成一根 这样的啊 平均四边形的直线 这个是不对的啊 错误的概念 那么这个能带图呢 刚才讲 你已经该绘画了啊 先画费米能级 再画那个电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空间电阻区以外的能带 那么画完了之后 中间呢 只要顺便的这个 你让它连续的这个连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实际上 但是呢 它表示的运异 倒是说什么呢 从N型区到P型区啊 电视下降 电视能上升 这么个概念 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近带中线啊 因为它定义就是近带的一半 所以它当然 你倒带架带都弯了 当然它也开始弯了 所以这个也不足为怪 那么刚才讲过 说这玩意儿有电视啊 这个从N型区指向P型区 它有电场 当然就有电视了啊 我们来求一下 这二者的电视差 就是说什么呢 由于PN节啊 这个基础 所构成的这样一个 叫基础电视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础电视差 大小是多大 刚才我们讲过 假设以P型区 因为这边没有电场 我们认为它的电视等于零啊 是不是呢 这地方是零啊 对应的地方是零 然后呢 在这个N型区呢 我们刚才看到电厂 是逐渐上升的 你如果逆着电力线 当然电视是上升的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啊 反正不知道 不管什么形状吧 这个电视应该是这样 就逐渐的到N型区的边缘 达到极值 这个极值大小多少呢 是VD 我们就称这个VD 是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接触电视差 那么这个VD呢 乘以一个电荷的 这个电量QVD 就构成了一个能量的单位 电子福特 实际上就是能量 就是室雷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么我们来求一下这个QVD 大概等于多少代平衡态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QVD是怎么构成的 我们知道呢 这个定义这个 这个接触电视差之后 乘以Q呢 就成为这个室雷 那么看到平衡之后呢 刚才已经都画了 下一条统一的分米能级 然后呢 我们定义这个P形区的 这个导带底部和N形区的 导带底部的差 能量差 QVD 我们成为这个室雷 因此呢 我们下一步就要分析 这个室雷啊 等于多少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室雷的来源呢 你可以看看 它是不是等于啊 中性区的这个P形半导体 这边没有电场的P形半导体 它的导带底 以分米能力的差距减掉啊 也是中性区啊 电空间电荷区以外 这部分区有这个N形半导体的导带底 与非米能级的差距 那么这二者的差啊 这二者的差不就正好是QVD吗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P形半导体 也就是没有这个电场的 这个P形半导体当中的 这个导带底到架带 这个导带底到这个非米能级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另外德特1或啊 同时知道N形半导体 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电场 N形半导体 当然和这个形成P形阶之前是一样了 那么它的导带底到非米能级的距离 我们称之为德特2 只要知道这两个量 两个一差不就是QVD吗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简化了 那么也就是说把它简化到 哎你不要去求P形阶了 就求原来形成P形阶之前 那两个半导体的情况嘛 所以就变成什么呢 只要你知道啊 这个平衡浅 这个形成P形阶之前的P形半导体的导带底 到非米能级的距离和这个形成P形阶之前 N形半导体的导带底到非米能级的距离啊 你只要知道这两个的距离呢 你自然而然的啊 这个呢能级差 非米能级的能级差 你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这个QVD 因为这二者半导体在无穷远的时候啊 他们不接触形成P形阶的时候 他们的导带底的能量和架带底的能量 对于同一种半导体来讲是一致的 因此呢 也就是说QVD可以写成啊 非米能级的差 那么这个写成非米能级的差 可大大的简化了问题的分析 我们知道呢 对于平衡浅半导体来讲 你可以单独直接书写出这个啊 一致浓度啊 因为这个里边的浓度实际上就是 你比如强掺杂的情况 全电力实际上就是说多子的浓度啊 直接就可以写成这个啊 这样一个公式 你可以直接书写出它的非米能级来 这个非米能级的书写呢 主要是这个载留子的浓度啊 一定要借助于本正载留子浓度来写 那就是变成啊 EF减掉EI啊 除以KT这样一个公式来书写 那么自然而然呢 这个N呢 对于电子来讲就是ND 对于空穴来讲呢 就是NA啊 所以呢 你把这个式子带进去 自然而然就可以求出这个非米能级 N型的是EFN P型的是EFP 所以呢 你有了这样一个式子 一旦知道杂质浓度 因为NI的话 对一个材料来讲是固定的 是可以求的啊 所以呢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 知道NND之后 就可以知道EFN和EFP 所以呢 有了这两个 你把这个做差 那么就得到了 QVD当中的这个接触电子差 VD啊 这个VD呢 可以看到啊 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呢 很重要 那么也就是说 只要你知道了 PN解两边杂质的浓度啊 这个当时是均匀成的啊 再知道这种材料是什么 什么温度 你自然而然 你得到VD 那么对于硅来讲 这个公式虽然简单 一定要记住呢 这个公式要记在脑子里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对于N等于10的17次方 这实际上是 这个P型大于N型 实际上可以认为 它是个P正N结吧 那就是ND等于10的15次方 你把它站进去 对于硅来讲 我们发现VD等于0.7 我们学这个经济管制的 硅的开启电压 就是0.7 而对于折的0.3 它这里边算出来的基础电子差 就是0.3伏特 所以你看这个公式 虽然简单 但是多么的实用和实验观测到 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由于我们在推这些公式的时候 用的都是这个波尔兹曼分布 也就是非减冰状态 所以这公式的成立前提是非减冰的半导体 那么下面一步呢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说这个你也知道电视差了 这都是一些宏观量 那么具体我感兴趣 这个在流水的分布是什么样子呢 平衡的P级接当中 这个也很好分布 也很好理解 那么首先呢 你的脑子里边就有一个图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场呢 是从这个N型区指向P型区的 所以那个电视呢 如果在P型区 这个电中型区啊 我们就指的是这些煤电场区 电视为0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电空间电荷区呢 是逐渐上升的 而一直升到这个 这个N型区的这个电荷区的边缘呢 它变成了这个VD啊 就是最高的 这实际就是接触电视差VD啊 这是 那么我们怎么来定义一个坐标体系呢 我们就定义这个P级接触的 这个实际界面的这个地方啊 就接触界面的地方 我们用X等于0 而N型区的这个边界呢 就是空间电荷P型区的边界呢 我们定义为负的XP 就空间电荷区的边界 而这个N型半导体当中呢 空间电荷区的这个边界 我们定义为XN 所以呢 有了这样一个指标体系之后呢 我们求其中X一点的 这个载流子浓度啊 这个如果能写出来 那么当然就知道整个 这个P级接当中 就是这个空间电荷区当中的 载流子分布了 那么下边我们就来写一下 看一下怎么来写 因为这个P级接这个情况下 它能带图是这样 这个图景脑子里一定要有了啊 有这样的电视 就有这样的能带 那么呢 它的费米能级是一根统一的直线 所以它是平衡态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对于平衡态来讲 我们以前用的这个NX的公式 都是适用的 于是呢 只不过在我们这个体系当中 考虑的X一点的时候呢 X一点呢 这个导带底也不是个常数 它是变量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公式呢 直接数据出来 那当然这个没什么太多花样 还这样写 可是呢 我们这里边呢 做一个变化 为了使得这个公式更加清晰 我们在这个指数项边呢 给它变成一个什么 让它加上一个EC 再减掉一个EC 于是呢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那就说什么呢 对于这个ECN-EF ECN-EF 这不就这地方吗 ECN-EF吗 这是实际上就是说 它得到的一指数 像NC乘以E的负的 ECN-EF 实际上就NC乘以EX的负的 ECN-EF除KT 这个量等于多少呢 那当然这个量 不就是对应于这个位置吗 就是ECN-EF 实际上就是N区的 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也没有电场这个区域的 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那么这一项有了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平衡的0 N区的 这是N 然后呢 电子浓度 所以你要这样来读这个坐标 就是先读0 这0就是N平衡的 小N呢 就是N区 大N呢 就是电子浓度 那么刚才也讲过了 这个奇数就多出一项 那么另外一项 就是一指数像 刚才讲了 这个-CN一下 就在这里起作用了 你把它留出来了 就变成这样一个公式 而对于这样一个公式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的ECX-ECN 也就是某一点的 这个导弹 这个ECX 这个导弹底的能量 和ECN的能量差 就这个地方的能量差 当然你也可以书写 这个能量差等于多少呢 这个能量差就等于 这个QVD减掉QVX 我们知道这一点的电势啊 因为我们知道 这整个的能量 这个能带ECX是怎么来的呀 ECX当然就等于 这个ECP啊 ECP加上 负的QVX 这不就是 因为这点电势是V啊 所以你要加上负的QVX 就等于这一点的 那这个 这一点的这个 导弹底的这个能量啊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要和ECN联系起来 当然也很好联系 我们知道呢 你给它减掉一个ECN 再加上一个ECN的话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 两边减一个ECN 那你减掉一个ECN啊 这边当然 方程的右 等号的右边也要减 那么ECP减ECN 也就是这个量 ECP减ECN 这个量当然等于多少 当然等于QVD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ECN减掉ECX 减掉ECN 等于多少 就等于QVD啊 刚才看到ECP减ECN的 这是这么出来的 等于QVD 减掉一个什么呢 你看后边 不是加上一个负的QVX吗 等于减掉QVX 所以你有了这个式的 你把ECX减ECN 一旦换成这样一个公式的话 带进去 这个式的就简单了 简单到什么一个程度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它就变成这个 等于平衡N区电子能度 乘以EXP的QVD减掉QVX除以KT 变成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这个式子有什么意义呢 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EX等于负XP 也就是我考察的是 这个P形区的边界的地方 等于负XP这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呢 负XP这个地方呢 这个电视是等于零的 所以呢 它应该等于平衡N区 这个等于零的 这等于平衡N区 电子浓度 VX等于零 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乘以E的QVD 负XP这个地方 电视是零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负的 下面有个负 等于平衡N区的 电子浓度乘以一个 E的负的QVD除KT 而这个地方呢 我们知道呢 它代表的是P形区的边界啊 这个空间电荷区的边界 所以呢 它这一点的 这个电子浓度呢 又应该等于 因为这个地方 能带没有温区 是分界 它又应该等于 平衡P区的电子浓度 所以根据刚才 这一系列的变化 你把它带进去之后呢 令X等于负的XP 那么电视等于零 所以呢 你就得到什么呢 原来平衡N区电子浓度 乘以这样一个衰减项 就等于平衡P区的 电子浓度 这个也很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考察的 这个在这个 P形区的空间电荷 分界线的这个地方呢 它对应的 本身就对应的是 一个平衡态 那么就这一点的 这个电子浓度 当然它就等于 平衡的P区的电子浓度 好 和N区的 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实际上就是这些位置 就是XN以后 这些位置 所有的这个电中性区 N区的电子浓度 它等于多少呢 它等于平衡N区的 电子浓度 乘以一个 一指数的衰减项 那么这一点呢 也很好理解 从这个费米能积的观点 我们也能看到 这二者的能量差 因为这是统一的 平衡体系 这二者的能量差 我们可以看到 等于多少呢 如果要考虑 波尔兹曼分布的话 当然是能量越高的地方 这个电子的数目越少 对于平衡体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点 假设这点能量是A 这一点能量是B 那么A减B呢 这个能量啊 等于QVD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有 在AD点的浓度 假设是这个NA 除以NB 一般的定义就是这样 因为它能量高 所以它的浓度 要比它低很多 低多少呢 等于负的QVD 这就是能量 刚才讲过 二者的能量 除以KT 一般就这样来定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二者是不是符合 这样一个简单的 波尔兹曼分布呢 只要你知道这一点 那么二者的能量差 也知道 QVD不就是A减B的能量差吗 一个负指数下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A点 也就是NP0 就是平衡P区电子浓度 除以这个平衡N区的 电子浓度 也就是NB 它当然就等于E的 负的QVD除KT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用波尔兹曼的指数 分布率来分析 这样一个关系是 那自然而然的 因为它是平衡 在二者能量差 又是QVD 那么高的就比低的 比这个 就是能量 能量高的地方的这个浓度 要比能量低的 这个地方的浓度 低多少 低一指数了 这么多倍 所以你有了这个关系之后 万变不离其中 就很好分析 对平衡能带图上的 在流子浓度差别了 那么更进一步 我们也可以把它求出来 那就说什么呢 如果以平衡P区的 就是平衡的 P区的电子浓度 来表达上面这个式子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个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乘以E的QVD 你把这个式子 带进去之后 这不是有一项 是这一项吗 QVD一项吗 我把它写成NP0 就平衡P区电子浓度 那么剩余这一项 就是VX项 那么它 我把它直接书写出来 那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这样一个项 那就说什么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空间电额区 电子的浓度 是从平衡P区的电子浓度 按照VX 我们看到 所以X的增加 这个势能是在增加的 那么在它这里边 实际上就是指数增加到 一直到边界处呢 它要变成这个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那么同理 你也可以去分析一下 P型区的 这个对于空穴来讲 它这个浓度分布 同样也是那一堆东西 只要你掌握了波尔兹曼 刚才我讲过的是分布率 就是能量高的和能量低的 这个浓度差多少 就差那个一指数倍 除以KT的这么一个一指数倍 和能量差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就告诉你 平衡P型区当中的空穴浓度 空间电额区的空穴浓度 是等于平衡P区的空穴浓度 干嘛呢 按照指数 因为VX 所以X是增加的 所以在这里边 这个VX的增加 就意味着负指数 实际上是说 它按照VX指数衰减到N区边界上 变成平衡N区的空穴浓度 而这二者的浓度差 对于空穴来讲 是到价带顶的 这二者的浓度差 当然你可以看到 在我所标志的这个B区间 这个点和A点 B点的能量 空穴能量 这个能量差 能量高嘛 空穴能量高 所以它的浓度 B点的浓度 是A点的 AEXP的 负的QVD 所以这也是符合 波尔兹曼分布的 所以从这点来讲呢 我们就很容易啊 理解出 原来对于这个N区来讲 它是指数 这个空穴来 电子来讲 它指数增加到 N区的这个浓度 多子浓度 而对于P区 这个空穴来讲呢 它是从空穴 多子浓度 指数衰减到 N区的 平衡N区的空穴浓度 那么这个图景呢 脑子里要有 这张图 这张图和这张图 脑子里要有 于是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 载流子浓度呢 我们就写出 它的电导率 那么电导率呢 是和载流子的浓度有关的 刚才讲过 它们在这个空间电荷区 都是指数衰减的 按照多子的浓度 指数的衰减啊 所以 它的电导率呢 在电中性区 那当然是个常数了 因为这个载流子浓度 多子为主嘛 但是一旦进入了 这个空间电荷区 我们发现 它的电导迅速的下降 以至于在这个 截儿的中心的位置呢 也就是说 分界线索就呢 它达到一个极值啊 在附近啊 在分界线的这个 截儿接触界面的附近 达到一个极小值 因为这个时候 载流子的指数衰减 浓度最低 所以电导率很低 那么与此相反 它的电阻率 当然 因为它是这样来定义的 电阻率就变成 我们就发现在什么地方最高呢 哎 在截儿呢 在这个空间电荷区的 电阻率是最高的 那么电阻率高 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在PN阶上面 外加了一个电压的话 大部分电压 都将降落在空间电荷区 也就是高阻区 那么之所以 我们说这个是个高阻区 我们来举个例子 来看一下 势率区中的载流子的浓度估算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假设只有这个PN阶是硅的啊 我们假设它的位地等于0.7 300K 同时呢 我们考察这一点呢 就是要考察这一点 这X点啊 这X点的浓度 电子浓度和空穴浓度 我们假设这一点特殊位置 就是这一点呢 比这个N区的导带底高多少呢 高0.1个电子福特啊 这是指能量上高0.1啊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一点的啊 电子浓度和空穴浓度大概是多少 前面有了公式 当然要用上这平衡态 这公式要用上啊 这公式呢 刚才讲了 它是种平衡P区的电子浓度 指数增加到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那我们要来看呢 这一点的电势是多少呢 QVX是多少呢 哎 我们这里边要把它变换一下 为什么呢 这是平衡P区的电子浓度 是个少子浓度啊 这个不方便比较 我们把它换成平衡N区的电子浓度 我们知道呢 平衡P 平衡这个N区的电子浓度 和平衡P区的电子浓度 正好相差一个一指数倍 因为在能带图上 刚才讲过的啊 二者正好差一个QVD 所以你把这一项带进去 就多出一项 变成这样一项了 变成这样一项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电子的浓度 和多子的相关的这一项呢 还写成这样子 对于这个空穴也一样 因为空穴本身 我们写的公式的时候 就用的是多子 就用的是P区的多子 所以我们就不用变换了 于是这公式就是它本身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写了 那这里边没有意义 这是能量啊 能量 这个是福特 那么对于这个 像这样一个位置啊 比这个N区 这个导带底做0.1电子福特 这个位置 它对应的电势是多少呢 我们刚才讲过 电势呢 应该是从这一点啊 从P区为0 逐渐增加到VD的 所以这一点的电势啊 你要注意 这一点的电势是VD 到这个 到这个XN这个位置 是这个VD 而在XP XP这个位置是0 所以这一点的电势是多少呢 这一点的电势 实际上如果 我们命名VD等于0.7的话 那么这一点的电势 实际上是0.6 因为它和导带底的距离 是差0.1电子福特 那实际上也就是说 它离这个 极值 电势的极值 相差0.1福特啊 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有了 那么这一点的电势 应该是VD 减掉0.1福 那么进一步 我们把这些关系 带入这个公式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于在流子来讲 QVX-QVD 那么就是这一点咯 它就变成负的0.1福 乘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么这一点的电子浓度啊 也就是这一点的电子浓度 是这个N区 这个多次浓度的50分之一 而这一点的空穴浓度 是P区的空穴嘛 这一点 P区空穴的浓度 是这个 这个P区多子浓度 就是平衡的啊 这个这个P区多子浓度的多少呢 10的-10四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空间电荷区当中啊 这个在流子 就是N和P 电子和空穴 都远远的低于 它们各自的N区的多子 和P区的多子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引出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耗尽层近似 也就是说什么呢 说室累区 或者说空间电荷区当中呢 在流子的浓度 和这个 它们掺达浓度相比呢 是可以忽略的 这个就是掺达浓度啊 这个掺达浓度 就是空间电荷区 电力施主和电力受主的浓度 因此呢 在流子的浓度 可以忽略 那么空间电荷区的 这个电荷密度 静电荷密度 它就可以近似 等于电离杂质的浓度 那么由于我们忽略的 在流子的存在 这电子和空穴存在 就好像在这一层当中呢 所有的电子和空穴都消失了 因此我们称之为 耗浸层近似 那么这个近似呢 为我们以后的计算呢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掌握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就是今天复习的内容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电荷密度 去水货 在一起 无论